食管癌放射治疗 饮食上应该注意哪些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马洪斌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 在预防上来说 一个就是说食管癌的发病 跟地区有关系 我们的关中地带 实际是食管癌的一个高发区 当然跟国内的太行山区 相对比较低一点 但是在整个陕西来说 关中地带食管癌发病率比较高 这跟水土有问题 那么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改善水质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跟我们陕西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一个就是避免速食 就是吃饭的时候速度过快 另外一个就不要吃烫食 就是温度过高的食物 另外就是刺激性的食物 比如辛辣的 经常的长期吃这种辛辣的食物 这些都容易导致食管癌的发生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 饮酒过量 你经常的酒精的刺激食刀 也会引起食管癌 这些是我们可控的 当然水土的问题 可能我们现在 国家采取了很多办法 进行水质的 这个圆的一个改造 可能相对来说 这方面的因素越来越少 通过放射治疗以后 食管癌的弹性就差了 就是它的伸缩度 不如正常的食管 那么饮食上呢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吃半流食 或者是小颗粒的饮食 另外一个就是一样的 也是不要饮酒 不要吃热食 不要吃素食 等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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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